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一语便轻轻松松的送肖战上热搜 带来的夸赞和嘲讽也是各一半的 所以在被黑了这么长时间之后 肖战到底是涨粉了还是脱粉了呢 相信这个问题大家都是好奇的 而近日爱曼数据公布了肖战近7个月红黑粉涨幅数据 不得不说肖战不愧是怡邻老祖 这排场真的很给力了 从红黑榜逐着走势看来 肖战粉丝整体的数量母庸质疑是远超黑粉的 不过比较独特的是 当肖战的黑粉开始活跃战幅比较大的时候 肖战的红粉反而也变大了 而且起的幅度远超黑粉 不得不说这真的是被黑了个寂寞 大部分身处舆论顶端被各种黑料缠身的艺人 都是粉丝脱粉 严重一点的甚至还会回彩 结果肖战不但是没有丢粉丝 反而在长时间不营业的情况之下 还涨了不少粉丝 碰上肖战这期黑粉正起有点困难 不过肖战红黑粉这个榜单也让小编抢到了迎铃老祖 迎铃老祖因为修习轨道术法而被世人看作是异类 但凡有任何的风吹吵动 迎铃老祖都会是世人口中那个罪魁祸首 可是在迎铃老祖坠牙之后再次回归 却发现自己长了不少的粉丝 而且还是自己的死忠粉 在大樊山脚之下 那位使用迎铃老祖做的风鞋盘的先有言语里面 对魏无羡满是维护 在金光瑶被除之后 欧阳子真走进观音庙 第一件事情就是冲到了魏无羡的面前询问他的伤势 魏无羡其实就像是另一个平行世界的肖战 他们都经历过站在舆论的顶端 无论谁都可以走过来唾骂几句的困境 同样的他们神奇般的自愈能力也是一样的 他们都继续保持着理智和快乐完成自己的使命 怡灵老祖从世人的靶子到仙门百家 称他一句魏公子用了16年 所以时间确实是证明一切最好的方式 相信在时间的印证之下 肖战也会早日的走出困境 作为一个逍遥快乐的公众人物 出发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